在這裏我們來到這個墨比拉洞的地方 就講到歷史是有些什麼發生 在這條文字就講到第一 就在這個大的坡裡面 他們就進到裡面找到其中一個這樣的一座東西 而在地上就有一個洞 這個地下就有一個洞 然後這個洞很小 當時就在1968年找了一個小女孩 十二歲的 她就願意在這六個洞裡 她這個女孩叫Miquel 她就進入這個洞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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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在地下的洞裡 就看到一個長的洞 這個就是將它降進去 即是這裡 將它帶進去 然後她就進入一個長的洞 一個 就是一條通道 這個地下 然後她就找到一條樓梯 她就向上走 她就向上走 就發現有一個長的洞 擋著她的路 想拐是拐不到的 結果她就回來了 然後呢 然後呢 後來呢 就是 在1981年的時候 她們就 有很多的祈禱會拐 然後呢 她們就 找了一個機會 她們呢 就找到那個樓梯 那她們呢 就慢慢下去 那你就去到一個 很窄的 這個黑色的 這個通道 那你就 走過這個通道 就 用電筒來照住 就 找到這個圓的房 那就是 圓的 黑的 在鳳牆 有三塊石 但是呢 沒有看不到洞 那 但是她們 忽然間 就感覺到 有些風 怎麼會有風的呢 那這裡 這麼密的 那裡有風的呢 然後呢 她們就 看下去的時候 就看到 有幾塊石 似乎是 黏在一起的 那 似乎那些風 就在那裡 那 那他們就 然後 他們就 把那些石頭 舉起 那然後呢 就去到這裏 有個洞了 就 啊 去到個 這個地 地面 應該不是去到地面 那她呢 就爬入一個很窄的 一條 一個洞 入到一個 圓形的洞 就是 進去那個 泥裡面 其實她才說 到進入那個泥裡面 那 就很多 那個洞裡面 有很多泥的 就很難站起來 只能夠爬 就是 沒有可能站起來 那 那一路呢 走走走走 一個第二個洞 這個洞呢 就是小過第一個洞的 這裏呢 就 也是 填滿了泥的 就 看到呢 有些 瓷器 喔 在那個洞裡面 他們 看到一些 瓷器 就是 有一些 是在 好的狀況的 那 而他們後來 研究這些瓷器 發覺是 有成 2900年 那麼舊的 就是在 所羅門的時代 和 猶大豬王的時候 那 他們就 好 震驚地 爬到這裏呢 他們就覺得 這裏呢 就是 應該就是 阿伯拉罕 和 薩拉 埋葬的地方 來的 而 外面的建築物 就是 這樣 那 他們呢 就說 這個地方 就是 就是 應該就是 埋葬 阿伯拉罕 薩拉 以撒 阿伯 伊伯加 尼亞 的地方 來的 這裏呢 就是 薩拉的霧 那裏 那裏呢 一邊 我 不然 那裏呢 這裏就是阿巴勒漢的墓 這裏是雅國的墓 另一邊呢 這裏是以撒的墓 這裏是另一邊的墓 是以撒的墓 因為我們剛才未見到以撒的墓 是以撒的墓 更多的小藍 這裏是不舒服 外面的墓 是雅國的墓 有種的小藍